腾讯科技讯使11月27日,得益于最近股市飙升提振了Uber等投资公司的实股价值,股价以及Doordash等公司计划上市的光明前景。 日本软银集团股价最近涨至20年来新高,Uber正从去年首次公开幕布IPO以来的跌跌撞撞中恢复过来。 其股价今年已上涨于70%,软银持有该公司13%的股权目前价值约110亿美元。 这家日本公司也是美国快递坠头Doordash的大股东。 后者本月申请上市,上周五,软银股价上涨2.3%,至7250日元,约合70美元。 为2000年3月互联网热潮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花旗集团本周早些时候将软银未来12个月的目标股价从10200日元,约合98美元,上调至11000日元,约合106美元。 理由是该公司投资业务的盈利前景有所改善。 也遵控股以同样的理由将其目标股价从8190日元,约合78美元,上调至9100日元,约合87美元。 两家却相对软银的评级均未买入。 软银投资业务中的一系列失误,包括办公空间共享创洗WeWork,首次公开募股失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。 导致该集团上一财年初现创纪录的亏损。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的回应是公布了出售4.5万亿日元,约合430亿美元,资产和回购创纪录的2.5万亿日元,约合240亿美元,自由股票的计划。 自那以来,软银股价较3月份的低点上涨了160%以上。 以花旗集团City Group分析师Mixunobu Suruo在报告中写道,在积极的股票回购和努力改善财务健康的背景下。 我们认为软银股价有很大的上涨空间。 双引号,这家日本企业集团公布,截至9月30日的第三季度,即运顶基金业务实现创纪录的7844亿日元,约合75.4亿美元。 这一迹象表明,在科技股普遍反弹之际,该基金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正在获得回报。 牛市也让软银支持的初创企业更容易上市。 以OpenDoor为例,这是一家买卖房屋的公司。 它将通过与Charles L.Hepitia领导的空壳公司合并上市。 知情人士表示,软银投资组合的另一家公司Compas,已经为潜在的首次公开发行选择了承销商。 腾讯科技审校今录。